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所有的江南小吃可都是咱乾隆爷代言的 振兴江南菜系真的没人比得过它 吃货指数三星 史上不明吃货第三名 苏氏 上榜理由吃出品牌 苏氏苏东坡 宋代文豪 人老人家的作品可不光有水调歌头 还有 这全国各地以东坡命名的食物可多达六十多种 要知道苏东坡不分时间不分地域 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他还写下过一篇老饕富 这简直就是吃货的自白呀 吃货指数四星 史上不明吃货第二名 孔子 上榜理由吃出理论 孔子曰 孔子曰三月不知肉味 多半是因为食物达不到它的标准 因为孔子曾经还曰 食不验鲸 快不验鲜 精细 这是基本要求 孔子又曰 八不食 对食物要求这么严格 孔子曰老人家 必然是个自身吃货 吃货指数四星 史上不明吃货第一名 圆梅 上榜理由吃出境界 圆梅是清朝大威 纵横美食界四十亿年 将自己的吃货经验写成了一本随缘识单 要知道这里面可详细记录了 三百二十六中流行的南北菜肴饭点 它还解决了吃货界三大终极哲学问题 什么是吃货 怎么当好一个高大上的吃货 当一个吃货有什么重大意义 吃出境界 吃出高度 吃货指数五星 盘点锅斯达著名吃货 我们也呼吁大家善待身边的吃货 历史证明了 这是一群有益于社会的动物哦 如何编操 一群有益于社会